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容天鹏和丁冠豪都是骑士出身的莲马斯 上季分别赢了32场和31场的头马 都是属于本土的中游牌 两人的作风同样平稳舞实 小说话多做事 容天鹏连续七季排10名以外 反映他本身养马虽然不少 但是野心不大 今个马鬼开来之后 他已经不止一次赢马 情况也不算太慢热 容天鹏马房的马集中在第三至第五班 马房相对比较少量上大赛 容天鹏只需要保持一贯成绩 所以他做回一项本分就可以了 上季容天鹏马房的32场头马之中 除了首度回来和非凡赛子 一共赢了三场二班赛之外 剩下的29win 全部都是来自第三班至第五班的赛事 现在容天鹏马房的购买有超过50匹 大部分都是居于第三或第四班 其中不少都是当打的新力军 有利马房在中班赛事打拼 当中和三级赛冠军衔心星同一个老豆的福星高照 上季先赢泥地赛然后再出转跑菊草 他在直路拉出中档望空之后 立即如飞杀上拿到二联胜 赛后容天鹏就说福星高照可以应付菊草的赛事 之前就由梁家俊拆棋 曾经在菊草1650米跑得不错 可惜这匹马在9月8日的季内初出 在菊草一里跑第八 表现就不太理想 其实福星高照本身就是遥远星空的子智 热身后一定可以进步 在目前的年纪和评分就不优无头马 值得马迷跟进支持 容天鹏马房在今年暑期接收了电路3号 真妙星 正本红心 星际精英 大红星 冰雪奇遇 跑得补补等等的马 整体的兵力就有所增强 其中星际精英在上季尾走势转好 今季转5岁就会更加成熟 随时在连长跑出好成熟 至于丁冠豪在2003年挂了Herd之后 接着就做了好多年的富莲马斯 在2018年就升正开仓 头两季都是打入了前10名 上季成绩就少少回落 只是交出了31win 只是为列莲马斯排行榜第15位 不过今季的养马量依然很大 所以他都有机会重返十大 提提大家 有时候可以捧丁冠豪马房的打马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回顾过去两个季度 丁冠豪马房的爆冷次数不少 丁冠豪被马迷封为制冷转 近两季丁冠豪一共赢了66场头马 其中11场都是来自20倍或以上的冷门 例子包括38倍的布布为赢 29倍的银河飞马 27倍的葵冲精英 22倍的幸运胜区等等 佔头马比例的1成6左右 等于平均每赢6只马 就1只马是冷门 其中银河飞马 在上星期三赢菊草也是冷门 可以见到丁冠豪马房的制冷能力 一点都不差 有不少马房爆冷赢马 都可能是所谓的中空保 不过丁冠豪马房就好像不是这样 好像上一季最冷的头马 军达星 当日他赢了G2的短途錦标 难道他独赢的派赛是1796.5 这一批菊草专家 支持跑田草1200米 已经有很多次输得不远 其中跑1000米都试过靠方 跑第四输半个马位 军达星当日爆大懒 未必是中空保 丁冠豪上一季的另一匹冷马 就是在菊草初出 即刻爆64倍冷Win的变数 本身他在赛前曾经试过谷襲 以劲勢追入第三名 可见他本身早在菊草已经试到对 出赛爆冷赢马就不是无职可尋 加上他经常弃用阳明伦邦见试 这类冷门骑士 丁冠豪马房专门爆冷可谓理所当然 丁冠豪处理来头马也有功架和斗志 就好像好运宝马和葵冲精英 都可以在加盟之后短时间内赢马交代 其中是好运宝马在日前的季内猜出 在下一城 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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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